当您不知道毕业后如何就业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生活中如何减压调整心态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创业的时候 什么叫包容呢 就是把所有的是非恩怨都搁你肚子里消化了 什么叫毅力呢 就是当别人认为痛苦的时候 看不见光明的时候 你看见了黑暗的尽头 如果我要解决我的情绪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知 我得认知我的情绪 比方说我现在特别害怕 那么我要承认我特别害怕 作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的目的不是要成就自己 他要成就他的伙伴 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东西是你的爱好 他真的有爱自来行为的话 你应该是懂他的 深入进去的 你喜欢电影 那你应该对于电影还是有个梳理 你应该知道哪些东西是最经典的 游蜜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游蜜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张向东 三级门户总裁 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毕业后与两位同班好友 携手自主创业 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三级门户的神话 三级门户 作为目前中国最大的 无线互联网门户网站 开创了中国无线互联网的 独立免费模式 本期节目张向东与您共同探讨 如何对自己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大学期间好奇心和爱好 对人生的影响 大学时代 我认为是有两点 对于我来讲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好奇心 就是我们都有个专业了 没错 就是每个人上大学都有个专业 但是专业不是说 让你把你的视野都局限在那里 你知道一个年轻的时候 你对什么感兴趣 你将来才可能对那东西 打开了一个接口 比如说你在大学的时候 你可能对互联网感兴趣 那你可能以后你一直都会 对互联网保持了一些这种敏感度 年轻时候那种接口是一个敏感度 也许你对哲学感兴趣一些 也许你对文学感兴趣一些 也许你对音乐感兴趣一些 这些东西都在你身上 打开了一个口 让你有机会去了解这些 如果你从开始就因为说 我在读一个专业 我是读计算机专业的 所以我绝不会去看文学 哲学 美学等的这方面的书 那就很可悲 就是你过早就把自己限定了 而且实际上你去做计算机开发 或者什么其他专业的时候 你却因为没有 进去其他方面的这种涉猎 使得你做的东西是很局限的 除非你是天才 要不然的话 你蛮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跳跃 我那个时候 我觉得自己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还是比较有好奇心的 有一阵我就挑书架 我就故意去看那些自己 绝对不会去看的书 都去看一看 我觉得有什么所谓呢 这么多的时间 是吧 而且北大图书馆 是亚洲最大的大学图书馆 做这件事情是有个原因的 就是受了我老师一个刺激 他那时候就讲过一句话说 你看你们这些学生 永远不可能成为大师了 咱们学校四层图书馆吧 你看你们这些人 第三层不去吧 第三层是工科类的 全是机械什么 你们不懂 是吧 然后这一类文科的 你们好不容易进去 一看 一半是英文书吧 你们看不懂 原著你们都看不到 一半又没了 然后呢 另外这一半呢 哲学一部分 你们都觉得那个 一看那书就头大 你们也不看了 再另外一部分呢 是什么美学的一部分 你们不看了 这一半一半 你们都自己限制自己 最后你发现 那么大的一个图书馆 有几千万藏书的一个图书馆 你进去之后 只有一两个书架的书 你看得懂 而且全是那什么小说 是吧 谁都能看 那你跟别人有什么区别 你们听上去 现在的效果 当时听了之后 在座位上 我听得出了一声汗 我觉得 我说是啊 真的我把自己 我们都关起门来 世界这么大 我们只能了解那么一部分 而你正年轻 所以我就说 我应该去看看不同的书 我就去 进到那个图书馆里边 有的书我根本不懂 我就硬着头皮去翻一翻 我看一看 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 有的人就嘲笑我 说我是什么 互联网的创始人里边 最文艺的一个 说我有时候还去看看话剧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 就看话剧 我蹭免费的票四处去看 那这些东西很好啊 其实对你的美学 可能都会有影响 对你的一些 产品的设计啊 或者什么这些 都会有影响的 那大学里边还有另外 就是我觉得 还是应该有一些热爱 其实某一个东西 你要非常非常喜欢它 喜欢到爱 你们应该知道 爱和喜欢还是不一样的吧 你知道我们去面试的时候 有时候看大学生在面试 我都觉得很好笑 都说喜欢什么 爱好 音乐阅读 音乐喜欢什么呢 然后他就讲一个流行歌 我也不觉得游行歌就丢脸 但问题是 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东西 是你的爱好的话 你要真的有爱 自来形容的话 你应该是懂它的 深入进去的 你喜欢电影 那你应该对于电影 还是有个梳理 你应该知道 哪些东西是最经典的 而不是刚刚最近上映了什么 然后你在网上 当中的一个看了 就算是热爱 我热爱篮球 我很喜欢篮球 但是我篮球打得很臭了 我们戏是 我们北大的 乙级队里边的 未出现的 这种小组里边的 一个球队 但是我对篮球的热爱 我不觉得我比乔丹会差 我觉得篮球带给我平静 我下雨的时候打 下雪的时候打 早晨打 冰晨打 我真的非常之热爱篮球 我对篮球 真的是觉得 它像我的宗教一样 它带给我很多美感 但是我现在 都很少机会去打了 我办公室放着好多个篮球 看见一个篮球很特别 这个黑色的我就买一个 那个是花的我就买一个 我就都放在办公室看 打不了了 没时间打 但我热爱它 有一些东西 你真的称得上热爱的时候 你对它有个通透的了解 你通透的了解之后 你就会 因为它懂得世界 因为通过这种方式 你可以去看明白很多东西 你想一想 有没有一个东西 是你所热爱的 有没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就够了 其实 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觉得我还能热爱 好多样东西呢 很简单 就是通过生活去认识自己了 无论是能力 还是你的个人擅长的什么方向 还是说你的思考 还有你的趣味等等等等 我觉得全部就是通过生活来交给你 但问题是 你不能跟随着生活 被这个社会所裹挟 因为这个社会上有几十亿人 每个人有自己的这种轨迹 你不要想着去效仿别的人 包括张向东在内 包括任何一个人在内 你都不要去效仿他们 你更多的是根据你的生活 你去思考 你去做一些事情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慢慢是一个 发现自己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 没有什么别的诀窍 其实 你说 我是一个适合创业的人吗 很多人这么讲 觉得我可能创业挺厉害 但是他怎么不知道 我的生活在 2000年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一个失败的创业者 那你觉得我适合创业吗 而且我做过两年记者 你们知道吗 我去做记者的时候 人家不要我 那个时候我创业失败 跑到广州去 然后我说我当个记者 当个记者多好啊 以前的时候我老想改变世界 现在我既然改变不了世界呢 我就看别人改变世界 挺好的 人家跟我不要我 说你没写过文章 你怎么来当记者呢 在我做了两年记者的时候 我成为那个杂志社 当时唯一的一个高级记者 我走的时候 总编还挽留我 说你天生就是做媒体的 怎么去做互联网呢 做手机这是干嘛呢 这个 到现在你说我做这个公司 那我是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创业者呢 我觉得我根本也谈不上 因为互联网这个领域里边 有非常伟大的人出现 他们真的是改变了世界 三级门号当然改变了 中国人使用手机的方式 我们影响的人也数以千万计 每天有几千万人 在使用我们的服务 这是在一个传统行业里边 不可想见的一个事情 这么短的世界里边 我们做到了 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生活里边 我不断地去寻找哪一种东西 它是我想要的 我其实并没有真正想过说 是不是做一个公司 还是说让我做一个媒体人 或者说哪怕做一个农民 这些东西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人最后生活 一个人成长起来之后 最后也会到死亡 听上去不那么吉利 但是你知道人都是这样的经历 那什么是生活里边重要的 有一天我看见过这句话 我非常的喜欢 是一个导演贾长科 写他这几年 拍的电影的那个时候 他书名叫《假想》 他用了一个副标题叫 拍电影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 这句话也不是贾导说的 其实他是接近了西方一个导演 才的一句话 你看我是三度引用了 但是这句话很棒 就是我觉得生活里边 每个人的生活 都是在找一个接近自己的方式 在我的生活里边 我童年在乡下长大 其实我等于也是一个农民 小农民啊 然后我也当过学生 我也做过互联网公司 做过纸媒 我也写作 我也是一个旅行的人 我也做这个公司 但这些东西方式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其实你找到的那个东西 是你的方式 就是人一辈子都在做了一个事情 就是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而已 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 我们在某一个地方出生 我们成长怀情和别人不一样 因为某些机遇 我们遇见了不同的人 那我们做了不同的事情 事情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方式 优密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我作为一个乡下的一个孩子 第一次站在北京这个大城市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功夫有多么的强烈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又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才能在这个城市里边生活下去 优密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勇敢善良 在现代社会必须坚持吗 这些年轻的朋友问我 人生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说 没有谁的人生需要别人的建议 人生最简单的道理 我们父母都已经告诉我们了 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这些 最关键的道理就是这些 就是勤劳勇敢善良 我也不是说我从来就没有空货过 我作为一个乡下的一个孩子 第一次站在北京这个大城市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空货有多么的强烈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又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才能在这个城市里边生活下去 我做这个公司的时候也是啊 遇到很多的这种事情 你也经常会怀疑人性的 非常本质的这些问题 但是人生本身就是在 跟这些东西做作搏斗 当你遇到一些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觉得你用恶的方式会走一个捷径 当你遇到一些压力的时候 你肯定想过 我不要那么勇敢 我干嘛那么勇敢呢 我可以懦弱一点 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我张晓东一直很勇敢 就像我骑车一样 我骑车的时候 我想到给我放弃 我也放弃过一次 第一次骑车去法国骑 那时候就特别的一头惊 就有点像我创业最开始的时候 那种状态 没有激情 特别热情 一点都不怕 我就说历死 我就说我都不会停止 都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 在今年我去澳洲骑的时候 大洋路 这个自来环境真的很糟糕 就是不停地下雨 而且篮拜球比较冷嘛 那个篮拜球 十月份很冷的时候 不停地下雨 每天都不知道下多少场 下了雨之后路又很滑 骑车还是比较危险的嘛 我骑得比较快 一般尤其下坡的时候 然后骑了一天 骑到下午的时候 又下雨 零的都不行了 然后湿透了 又冷又饿 我一般中午都不会吃饭了 一个是节省时间 另外一个是力的 也吃不动了 我就坐在路边 为什么我来骑车呢 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来骑车呢 为什么我把自己扔在一个 另外一块大路上 从来没来过什么一个地方 然后扛着一辆自行车过来 在这里骑 在这里走 好辛苦啊 为什么 我说 我不想动了 后边还有一段 全部是上坡 最后有一段我就放弃掉了 11公里 我记得非常清楚 11公里 我搭车 有一个德国的小伙子 载我 载了11公里 但是你说在车上 我虽然很放松啊 就是我一下休息下来 我觉得我太好了 这个我可以休息下来 我不用骑了 我不用那么幸福了 那一路上那种感受 其实是更难受 就是我放弃了 你懦弱 你没有完成这些东西 很复杂的一种情绪 其实 所以你人生 就像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付出那些代价的时候 你也要知道 当你不忠询这些原则的时候 你也会有代价 每一个东西 从来没有一个东西 是没代价的 所以就看你怎么去做 你人生一辈子 就在做这样的斗争啊 所以你不要觉得 我放弃善良这件事情 我就成本就低了 我想告诉你的事 也不是 我已经试过了 我负责任地告诉你 也不是 如何与搭档 长期愉快相处 说任何事情来讲 都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在于说 是一个团队的力量 或者说你起码要 跟别的人打交道 你生意上也会有搭档 我的这个搭档 确实挺特别的 就是郁强 我们俩是大学同班同学 然后我们大学 一直是最好的朋友 到现在为止 我们关系也一直 非常非常的好 真的是一个像兄弟一样 就是超越兄弟感情的那种一样 有时候我们这种 受那种香港江战片 影响太多了 我总觉得我们像那种 蝶血双雄啊 什么那种电影里边 就是背靠背两个人 然后可以各朝一边 可以去打打杀杀 闯江湖那种感觉 可能少年时期是最容易信任 最容易放低自己的门槛 让别人进入到你的生活里边来的那种状态 人的性格的成长 我觉得少年时期的形成 也是最关键 是他的内核来的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郁强是一个有想法 然后有创造了解 他对于人是很善良的一个人 你说我们要怎么做到这一点 就是我觉得 所谓的金钱的利益 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甚至我有时候对于他有恶感 始终说 我在商业上面的价值 我就是要证明 钱是最没有用的东西 那你觉得这一点 是你们取得信任的关键的点吗 不是 其实不是 其实在人们相处的时候 怎么样愉快呢 其实就是你要各自往后退 我说一个故事 我还有个哥哥 他自己也去创业 他跟我表哥搭档 我当时的时候跟他讲 我说你们要成立一个公司 你们要用现代企业的方式 要用股份制 你们俩怎么样去分股份 然后我哥就问我说 我应该要多少股份呢 我说表哥如果说给你30%的话 那你应该要多少呢 我哥就迷糊了 他给我30%我就要30% 我说那你应该要25% 如果你对你的合作搭档 你的利益面前都退 在你担当责任的时候 你往前迈 你们俩的关系都会好 你不要先想别人怎么样 有些人会这样想说 那我退 他肯定会有劲啊 然后在责任面前 我要去担当 他肯定往后退啊 你如果这样想 他也会这样想 但如果你想的是在利益面前退 在责任面前往前迈 那他也会这样想 这就是你对待搭档的方式 人跟人的关系是互相呼应的 你怎么样 别人也会怎么样对你 所以我一直讲 就是说对自己的同事 对朋友一定要用最大的善意 他们是你的搭档 跟你在一起去冲锋陷阵 你要用最大的善意来支持他 他才能真正成为你的搭档 我们公司现在有七百多人了 我在我们公司介绍我们同事的时候 我从来不会讲说我们公司有七百名员工 我说我们公司有七百名co-fund 就是联合创始 我觉得郁强和我在这一点上 我们俩是比较一致的 当然他会更多地考虑公司的资源的配置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在我们俩的利益面前 我们俩都是愿意去往后让的人 然后我们在待当早上的时候 从来没有跟他说一件事情 说要不你去弄吧 要不我去弄吧 我搞不定你来吧 从来都是说这个我来吧 那个我来吧 我多去做点 就像我们以前的最早的时候 晚上很晚的时候啊 都是会互相就是 这个工作我多做一点吧 那个工作我来你不用管了 都会这样讲 我们俩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你别管这个了我来 这一点我觉得挺让我开心的 这个工作我来讲